接下來我們要跟各位介紹就是選單的部分 那麼你可以看到其實我們剛做的這種方法 做的這種方法 選單有沒有一點陽春 感覺起來不太有利的感覺 雖然它會自動幫我們新增出來 可是你就覺得看起來就不太好看 那我們剛有看到你看我之前有應用的 有沒有像這樣子對不對 有沒有像這樣有縮進來的 那這種方式就是 等於說我不希望它用自動的 甚至呢你看我還可以用什麼 不同的區塊 有沒有發現我可以用不同的區塊 這裡一個區塊這裡一個區塊 還有呢 我甚至還有下拉斯選單喔 沒錯吧 這個要不要寫成字當然不要 這還要寫成字就累了 以往做網頁是要寫成字沒錯 但是這個在裡面都是OK的 那我們來看看怎麼做 這個呢就是屬於所謂的版面配置 你看到這裡有沒有叫做編輯協作平台版面配置 這個地方你把它點進來 好進來之後呢你可以第一個 它預設是沒有顯示所謂的水平導覽列 也就是呢這一檔 這一條有沒有 這是沒有選單的 可是其實我到時候蠻建議 這個可以顯示出來 因為你一些常用的啦 你看像我在這邊 中正這邊 常用的連結可以放這裡 對不對 那主要內容你可以放左邊啊 沒關係啊 類似像這樣 所以我通常會把這個按一下 就有了 那你說有嗎 有 在這裡 預設有一個首頁在這裡有沒有 就首頁而已 因為我們就沒什麼頁面嘛 那我要加其他頁面可不可以 來滑過來這邊 有沒有它叫做編輯橫向導覽 按一下 那你有兩種選擇 一種呢就是說 欸我今天可能是什麼 跟外面的連結有沒有 點一下 欸是不是就開一個新的連結過去了 好這是一種 另外一種是說 欸我要連結的時候 我希望連結到我們裡面的內容 比如說我現在進到這個協作平台 你看106年 中正國有講過 雷同 但是你如果看錄影片 講法不同 講法不同 因為我也要成長嘛 對不對 好 那比如說你看我點這裡 有沒有就連到我們自己協作平台裡面的內容 好那大概會有兩種來源 所以呢我們來看一下 如果呢你所增加的 你是屬於連結到外部網站的 你就叫新增網址 連結到自己裡面叫新增頁面 這個頁面是指連到你已經存在了 就是已經建立好的頁面 好所以我就在這邊 點 好你要顯示的 比如說 這個 我們的 好 不好意思 這個我就用學校的好了 好那你可以選擇連結這個網址 OK那我就在新的頁面打開 確定有沒有就進來了 就這麼簡單而已 但是他只有一個不方便 就是要改不方便 因為進去之後不能改 直接刪掉而已 從來啦 就是從來一次 那如果要新增頁面 你看點了之後有沒有相關的就跑出來了 可是這邊呢 因為我當初建立的頁面都是在隔目錄 所以就像這樣一連串 假設你看我這裡 你看我這邊的 我這邊就沒有那麼隨便 好你看一樣編輯他 新增頁面 喔糟糕這裡我也很隨便 哈哈哈哈 欸有別的地方啦 別的地方 別的地方 就是會有 就是有那個階層的 有階層的就會比較 多一點 好假設我要連到企劃書 相關表單好了 好確定 有沒有就進來了 那你按確定 好注意 待會我看一下上面這裡 有沒有出現了 那麼他預設的這個形式 如果你不喜歡 他有三種形式你可以選 我們現在第一個 就是所謂方塊的 好那 標籤的 標籤的我是比較喜歡啦 因為他比較大一點 有沒有就是連著下面這樣 當然這個字的大小還是可以改 還是可以改齁 還是可以改齁 只是不在這邊改 好這樣上面會不會用呢 那上面這個logo咧 不滿意可不可以換 當然可以啊 有沒有一個logo 或者說你要選擇自己的檔案 就放進去就好了 好 好 OK 然後呢 我們看左手邊 你看我們其他課程 我的左手邊有沒有不同的區塊 預設是只有一個區塊而已 一個區塊 喔好啊好 不然我看一下放什麼logo 南華的 南華的 南華 來 圖片 logo對不對 但是這樣找 喔這個是哪個學校 大怒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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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反正我們認識自己的就好 但是這樣我通常不會這樣找 因為我會搭配什麼 DNG或SVG 你知道為什麼搭配這個關鍵字嗎 來看一下這裡 蛤 不是畫素比較高 也不是比較清楚 搜尋有一套裡面 我有寫一篇文章 因為 我要找已經透明的 你看 如果說我找這個logo 請問這個有沒有背景 我不知道有沒有 我點進去看一下 欸 有沒有發現 後面有出現這個 表示這一張是什麼 已經具備好 各位 我們在用那個office的時候 有沒有一支筆 點一下可以變透明 你敢用那一支筆嗎 蛤 蛤 你平常有用 那個只能去一個顏色喔 所以如果你用了那個之後 常常旁邊是KeyKey 白白的 效果不佳 倒不如你會用關鍵字比較好 你可以搭配PNG或SVG PNG會找到點陣圖 SVG會找到什麼 向量圖 可能我們學校不見得 喔有欸 有沒有都是透明的 這樣比較好用 真的 我把這個 直接另存下來喔 你看 它是PNG 因為PNG這種格式可以帶什麼 透明度 它可以帶256種的透明度 從不透明到完全透明 所以半透明也可以 但是很抱歉喔 各位平常用的JPG是不行的 JPG沒有透明 所以 不要隨便亂找 我很認真找喔 來 所以這個地方呢 我就用Logo 好的 那我們來試看看 你在這裡 直接選擇 我們的附加檔案 不過這個有可能比較大 因為我剛剛沒有縮小 你看1024 1024 有沒有 正常來講應該要縮小一下喔 來 好 確定 還沒有變 還沒有變 要稍等一下 我先關閉一下喔 有超過那個大小 這裡 附加檔啊 自訂Logo 自訂 好 再一次喔 只是如果你Logo太大的話 它這邊會撐開啦 它這邊會撐開 那你大概了解意思嗎 因為像我選這個主題喔 你稍微注意一下 我的主題 請問有沒有一個背景原色 有對不對 如果你選擇我們Logo 後面加個白色 放在這個裡面 你看像這個一樣 這樣好看嗎 你就只覺得好像貼了一層狗皮藥膏 對不對 是比較不好看 如果它本身就已經去背好了 我擺上擺是比較OK 只插在這裡而已 那這種圖檔也可以用在哪裡 我們有簡報裡面啊 你看我們簡報裡面如果 不過這樣好像在講 就不是講起座平台喔 哈哈哈哈 來 你看 丟進來給人家看一下 有沒有去背的 這樣不是漂亮很多嗎 所以千萬不要 想說加Logo 結果又壞了 氣氛 這樣就不好了 OK 所以呢 您可以看到剛剛這個部分 這樣有沒有問題 可以齁 那麼 我先把左手邊這個講一下 就是這個 這裡 我們剛剛編輯上面這裡嘛 這兩塊對不對 這裡的話呢 預設是只有一個所謂的sidebar 雖然聽起來不好聽 但是呢 沒有關係 就是 它預設就是一個區塊啦 那麼 如果說您想要編輯這個區塊 你可以按一下 你看它有沒有區塊的寬度 也就是說 如果你的字比較多的 你可以把它設寬一點點 不然它會自動掉下去 好 比如說我設在200 你也可以選擇在左邊在右邊 有沒有這樣比較大一點 像我這邊的字就比較多 所以有沒有發現我的好像很大一顆 你看我編輯一下給你看 我們加到260 欸到260了齁 好 所以這是第一個 第二個 這個內容 這個內容 如果你不滿意 你可以點一下 預設呢 它叫做導覽 也就是會自動建立 我們講的導覽樹狀圖 你只要新增 就會進內進來 那這是一種方式 我先留著 那麼 如果說你不要 我可以增加一個 你看這裡面有幾種方式 這裡有幾種方式 一個呢 你可以單純的做文字的乘數 我把第一個跟最後一個發音 放在一起 文字的乘數 你可以這樣增加 你看左手邊 好 有沒有多一個文字框 比如說 你可以介紹一下 有沒有一個編輯器 所以像我在哪裡 在那個 中正的這邊齁 延期課程 你看有沒有放一個中正的logo 對不對 我可以放一個啊 所以你可以像這樣子 就可以把插入圖片 就可以放進來了 好這個是比較單純的齁 這是文字的部分 比如說 這樣子 那你可以 我先打個字 標題你可以自己選擇 好我就確定 這樣子有內容看得到 那我可以按著往上拉 你假設要調整順序的話 按著往下 有沒有這樣兩個就可以調整順序了 好 這是第一種 第二種呢 如果我希望我的選單是自訂的 你可以選擇用瀏覽的 又多一個 多一個瀏覽的跑出來 在下面 好我就編輯他一下 那我就不要自動建立了喔 我就告訴他 有沒有覺得這個東西 好像跟我們編輯哪裡有點像 這裡 有沒有有點像 你今天想要連輯哪一個頁面 有沒有自己選擇 對齁 來你看一下 來 我現在呢 希望一開始有一個首頁 好 然後呢 再增加一個企劃書 好 再增加一個表單 但是呢 這個表單我想要放在企劃書裡面 我就叫他往裡面走 這樣了解吧 來我們試看看齁 我增加一個啦 再增加一個 你會 有沒有這兩個就在企劃書裡面 所以 確定 好 我先關閉 好這樣我們就可以測試 你看這裡有沒有一個開跟關 有沒有 這樣不是就比較靈活的嗎 對不對 有沒有發現協作平台也可以很好玩 只要你不要嫌棄他 一開始長得醜就好 哈哈哈哈 小時候醜不是醜吧 對啊 我不知道為什麼欸 這個地方 這個LOGO應該要在 你剛才那個畫面有點清楚 先寫片出來之後 你再把它 選擇 這樣子喔 可能 好OKOK 來我們試看看齁 這裡 自訂LOGO 啊糟糕 這裡有一個網域 不知道會不會是因為這樣子齁 因為我其他的地方 有的 你看像我這裡 我就有自訂有沒有 有沒有 自訂LOGO 我就從這邊選 這樣你了解嗎 只是因為那個 原則上上面這個框 這個高度沒有那麼高啦 我們那個是1024嘛 寬跟高1024 所以有可能是因為這樣 所以上層不上也有可能 所以 使用上是 大致上是這個沒有錯 那高度的部分 如果你希望自己指定也可以 就是我們剛剛講這個高度 你可以根據LOGO來 也可以根據說 我自己指定高度 原則上這個高度的話 大部分 我會用的大概就是 差不多150 到差不多200 250左右啦 因為你如果高真的太高 你會發現 每次看到都一直 重複的那個Banner 一直在看 但是太小 有時候又覺得好像 不是那麼得體 所以你可以稍微 嘗試看看 這樣有沒有問題 可以了齁 好